小猪养得头好重重 豆甲也翠绿饱满 但美国农夫现在却伤脑筋了 就因为川普六日把大陆封为汇率操纵国 大陆也反制暂停采购美国农产品 现在再把最后的3000亿的商品 也磕了10%的税 所以这些东西无形中至少都贵了一成以上 物价飞涨 股市则上演大惊奇 在美股道琼崩跌767点 创下今年最惨后 台股六日开盘5分钟 跳空重挫243点 沦落10180点灌破年限 一度有1024档个股下跌 但随着低阶买盘进场 大盘中场小跌28点 收在10394点 三大法人卖超30亿元 日本股市相对来说 可能会在这三个市场里面 稍微是比较强一点 因为毕竟他们有蛮多的一些 比较特殊的 特别是在电子上游的半导体材料跟什么 很多其实都是全世界最大的供应商 大盘黑帆红的工程是台积电带头回神 上涨0.81% 收248.5元 红海小涨来到73.3元 至于7月营收积增34%的大力光 出席首日小涨20元 收3825元 填息三成 不过富邦金董座蔡明星 也在6日的股东临时会感叹 估计贸易战明年11月前都不会看到结果 FED利率也上上下下很多次 非常难预测 全球经济状态 美中贸易战斗风暴延续 展望未来 富邦金共产失去了 更与台湾跟亚洲市场 达出风景风格 市场延运期 FED9月还要降息 6日新台币先强升1.18角 收在31.51元 东森财经新闻 六支女者台北采访报导